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最强眼镜行的老板以及长辈们一起戴上流行的墨镜又潮又帅气 这家新开幕的眼镜行店里面有着各类型新款的眼镜和墨镜 以及各式艳光仪器 内部装潢完全不输任何一家眼镜行 但是这家眼镜行为什么是最强呢 因为它靠近山那边 也就是七都百佛社区沿着石建路往赌南地区 右转是五堵交流道上高速公路 而直走则是一般首支 弯曲路段货柜车又相当多通往友类地区的方向 这家眼镜行就在这个弯曲路段的路边 没有张大眼睛看很容易忽略眼镜行的招牌 这也让前往祝贺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惊喜又佩服 我当时有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在这边开店 他有他的独到的一个思维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趋势的一个改变 现在很多都是用网路 网路一些订购网路的服务 那我还有之前有听他说 有经过社区的一个 我们这里有两个集合制度 一个是绿越山庄 还有一个是那个立井社区 那有民众经过这里 很惊喜说这里怎么会有一家这个眼镜店 想要进来里面就是看看 我觉得这个未来未必不是不好 所以我很谢谢您有这个发心 让我们这个老旧社区能够活化 相信未来这个整个因为你在带动之下 可能未来我们这个很多的老旧的一些民宅 可能也会像你这样的一个活化 让我们这个社区带动起来 对于眼镜行开在一般人认为比较偏僻的地点 老板却不担心 因为这里是组错 可以趁机活化老房子 门口和旁边又好停车 而有瑞里面又有两个大型社区的人口 因此老板不担心 反而看好这里的生意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边算是家里的就是老房子 那也有想说把这个老房子做一个活化 那再来就是说这边考量点 第一个比较好停车 对然后这边就是说 过来的话南来北往 就是说或者是说为社区 或者是有瑞里面的居民 都可以做一个服务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这边算是比较 时代久远的一个房子 一个小村落 那也希望就是说 借由这样子 看能不能让这个小村落能活化起来 主要也就是说 因为本身来讲就是 也算是国考合格 然后政府立案的宴光所跟宴光师 那也希望就是说能替百福社区这边的人民 做服务这样子 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代人 身为第三代又具有专业宴光师执照 过去二十多年都在外县市 从事眼镜行工作的老板说 回到家乡又在主措开设眼镜行 除了实体店面也会经营网络生意 就是希望做到最好 服务在地相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